身 佛法身的身 依法以色身 何乐尽为本 似合获离合 离身众中尊 我们说过佛法身 这个都是简称 佛是佛陀的简称 法是达摩的简称 生 它是意义 生 这是生且 照理讲要讲生且三看 那么生且是何何众 生且就叫何何众 我们来看释迦成佛 他说释合获离合 离身众中尊 释迦佛成佛说法 就有很多人随佛出向 佛地址到底有多少 老实讲也很难算 刚刚圣地址有多少 就很难说 因为印度人不算历史 而且记录的不多 我们比较知道的 大概就是十大地址 比较有名的几个 算出来几个 经典动不动就几千人几万人 有证阿罗汉建法的 这个都没有名字的 单单三加色有一千人 我们也知道三个人而已 就知道那个三加色那三个人 诸罗陀佛加色 加也加色 墓群加色 就知道三个人 其他的弟子谁都不知道 舍利佛目见人有两百五十个人 我们就知道两个人 舍利佛跟目见人 其他 其他 你有几个 你舍利佛目见人还有几个 但是不多 一半就知道两个人 吴比丘大概比较清楚的就是两个 马圣比丘跟阿罗乔生日 其他也不多 就是说我们知道大概就是十大地址 然后再多几个 比较有名的 像万国提 就经典里面列的 里面有几个 大概不会超过 不会超过 全部把它加起来 不会超过五十个 比丘尼就更少 比丘尼更少 其他再加的弟子 其实解脱的也很多 正出国的非常多 二国三国的非常多 我们就知道几个标竿性的人为 徐普廷 阿罗乔 阿罗乔 平婆娑罗王 韦提七 莫逆夫人 圣曼夫人 几个而已 所以佛地址基本上 如果真正来讲圣地址来讲 我给他估计至少有五万个 圣地址 至少 至少 但是有名有姓的 应该不会超过三百个 那我们比较讲 叫得出来的 不会超过三十个 其实基本上就这样 一百年后 台湾的出家人至少 台湾的出家人 现在至少有几万个 一两万个 一百年后有名有姓的 可以列出来的 不会超过三十个 很多像圣元法师 星云大师 这些比较有名的 几个不错 其他的活着什么时候 没有人知道 那不过是这样 那圣地址有些也其实 你像一千两百五十个人 一千两百五十个人 我们只知道 我们一千两百五十个 我一般讲的 一千两百 这长水中 我们只知道几个人 一千两百五十个是 一千人是三家社 一千人 两百五十个人是舍益 无目的两百五十个 我们只知道三个人 三家社 三家社 然后有名字 舍利弗木建人有名字 五个人有名字 其一千两百五十个人 才五个人有名字 其他没有 其他都没有 这不包括吴比修 不包括吴比修 吴比修那个是后来 是各地区洪岗区的 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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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护老大 这个是后 阿难这些 这个是后来才有的 在一千两百五十个人之后 大架社这些是后来才有的 所以这个佛地址非常不多 但是能够被计计下来的 其实不多 所以有很多人随佛出家 那么佛就把这些组织为生前 那么佛地址基本上有两点 一个是本来就出家 本来就出家 后来加入佛教这个僧团 那么更多的是本来没有出家 后来出家成为佛教的一份子 那本来就出家的像大架社 本来就出家 三架社本来就出家 佛罗那个舍利弗募建人 本来就出家 他们一千两百五十个人 都是本来是出家中 只是他们不在佛教 佛教是新兴宗教 佛教是新兴宗教 佛教之前就有六师外道 有六个宗教团体 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宗教团体有六个 那这个佛教是后来 后来佛祷又新创立的 它是当时的新兴宗教 那总共有七个沙门团 那这沙门团 它基本上就叫做生前 它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讲的这个宗教团体 那这些宗教团体有七个 总共比较大的 有影响力的有七个 那就是六师外道再加上 佛教总共七个 这七个叫做沙门团 沙门集团 叫做沙门 那沙门里面 沙门 佛教是这样的 当时的印度 有两个宗教团体 在家的 在家为主的这个是婆罗门 婆罗门是原始的 原来的以废陀为主的 婆罗门 婆罗门有三大纲领 废陀天启 就是主要是废陀 先是废陀 废陀天启 就像基督教讲的 是圣经为主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生命 废陀是神的话 他不是人的 废陀天启 启发人而有的 那么婆罗门至上 只有透过婆罗门 你才能跟这个神沟通 婆罗门至上 他们得功德的方法 就是透过祭司 祭司万能 这种观念 废陀天启 有一点像 其实这三种观念后来在佛教 本来佛陀是反对子 我们先来讲好了 先来讲生情 生情就是团体 它是和和的团体 跟一般的团体不一样 沙门 佛陀只带有这两个 那六师外道一个 等一下会讲六师外道 六师然后佛教 六师里面跟国教运缘 比较深的就是启纳教 等一下再来讲 这总共七个 七个沙门集团 那沙门集团是反婆罗门 它主要是反婆罗门 反废陀经的权威 反婆罗门的权威 反对用祭祀的方法 那六师外道全部反 反废陀 反废陀经的权威 反婆罗门的权威 反对用祭祀的方法 来解决一些问题 那这个有点像我们 这个经 读了经之后就有功德 因为这个经是佛说的 所以你把经从头到尾读一遍 把经拿来办就有功德 就像这样 就是这样子 所以贵守天启就像这样 把经 因为神的话有力量 把神的话重慕一遍就有力量 你就得到神的加持 不是这样子 婆罗门事实上有点像说 这种经在家忍练得一分功德 出家忍练得七分功德 就像这样 出家忍练起来比较有力量 因为出家忍跟佛比较接近 婆罗门跟神比较接近 所以你在家自己念是没有力量的 你要拿来请出家忍帮你念 所以有很多句子说 师父你把我念经回三给我 你自己念不就好 你念比较有功德 婆罗门事实上不是的 功德不是有头发没头发来念 不是你是佛地使来念就有功德 不是这样子的 有功德没有的 所以我看你有没有专心念 有没有虔诚念 念了你就知道他的道理 那这个就是婆罗门事实上 废头巾这个做法要由婆罗门来做 才有效 你自己做是没有效的 婆罗门事实上 佛教后来 佛教后来也把婆罗门的三大甘霖 搬到佛教里面来了 出家忍来念经 然后念了什么经就有什么功德 念药师经就可以消灾严寿 念这个地藏经就可以拔度超度 念弥陀经就可以往生极乐 反正就变成这样了 祭司万能大大小小的话 会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 就变成这样了 透过仪轨 佛陀当时反对的 不是佛陀反对而已 又是外道都反对 现在在佛教里面都在流行 那个阎共猛共 三家社已经都丢掉了 现在还有人把河里捞出来 要不再够 不是的 佛教其实后来 现在佛法后来 末法就是这样 都变成 后来都那些滋末的 那这个是沙门 有婆罗门跟沙门集团 那沙门主要就是反婆罗门 是反婆罗门的 那这是两大团体 佛教 在经典里面这样 沙门婆罗门 沙门婆罗门 婆罗门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修行的 修行很好的 那婆罗门基本上是以在家为主 但是婆罗门年纪大了就会去出家 他们婆罗门有四个人生有四个阶段 年纪小 求学的时候 然后家庭养儿育女的时候 然后养儿育女完了之后 就出家休息的时候 婆罗门也有出家 但是他是等养 养育儿女完了 那么这个年纪大的时候 去出家休息 去出家休息 那一般就是 那么婆罗门是世袭的 就是说他是 你婆罗门种旗 你就婆罗门种旗 那伏地址有很多 大部分都是差地理种旗 但是也有一些是婆罗门种旗 像阿诺乔承辱是婆罗门种旗 舞秉丘里面只有阿诺乔承辱是婆罗门种旗 其他都是差地理种旗 差地理就是国王 就是貴族 像釋迦國是岔地利種子 那佛羅門是世紀的 你是佛羅門 就說好像貴族一樣 你爸爸是有貴族學懂 你就是貴族學懂 沙門 沙門一般就是年輕就出家了 像舍利伯 目見人 大架社 這些都年輕就出家了 出家就是佛教 釋迦國你我還沒成果之前 像舍利伯 目見人 就在扇若营 扇若营的那個 佛羅門外道裡面一個出家 那大架社好像是自己 他沒有師父的樣子 但是他自己出家 也是一定要休閒 那三架社是拜訪外道 他是另外一個 那不一樣的 所以幫子比較多的 兩個團體 這個是以在家為主的 這個是出家為主的 但是這種 伯羅門老的也有出家 但是這個是一樣是在家為主的 就有一點略是像這個是出家的法師 這個是道教的廟柱一樣 是在家的 略是像這樣 沙門裡面六師外道 一般常常講六師 就六師外道 那佛教 這個沙門裡面佛教他就 他這個是團體 他這個叫做宗教團體 其實就是團體 宗教團體 那佛教的叫做生潔 那麼其實他們也是生潔 也是團體 但是就是 國教的生潔有一個特別的意義 叫做和和眾 和和 和和有六合 主要是三個和合 主要是三個 有所謂的四合跟立合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重點在四合跟立合 那四合有六個 兩大類 對 課本有 我們看課本就可以了 那現在來看 他說 生是群眾 其實就是團體 我們叫團體 這個群眾組合有組織有紀律的集團 所以古人異異 翻譯有兩種 一個叫陰 一個叫陰異 翻譯它的陰 生潔就是陰異 三卡 三卡 那和和眾就是陰異 用它的道語來翻 這是和和的團體 那麼佛 佛陀憑什麼來解己身眾呢 不是憑自己的才能 所以佛說 我不射受眾 意思就是說 我不是靠我自己來射受你們的 不是我個人獨特的魅力 當然佛是有獨特的魅力 但是佛不是靠祂的魅力來集合大家 佛是靠什麼 靠正法 我有正法 你們來跟著我 不是因為我長得帥 三十二項八十總好 我們世間的話 那就長得很帥了 有三十二項八十總好 不是因為我有神通 不是因為我有錢 不是因為我有能力 不是 是因為我有正法 我可以帶你們趨向解脫 主要是這樣 所以佛說 我不射受眾 就是說 我不是以我個人的特質來射受 而是以我所得到的正法來集合你們的 你們跟著我 是因為我有法 不是因為我叫釋迦摩尼 不是因為我是岔地利 不是因為我有三十二項 不是人 而是因為我有正法 所以佛是依法以色受他們 是依法 所以我後來才會強調 四一裡面強調 依法不依人 但是人 人說法 但是要依法不依人 好 使之成為深淺的 就是說 我是依法來射受你們 所以佛陀要入面前 他講什麼 自依止 阿難就問 佛陀你走了之後 那我們要跟誰 我們要以誰為師 後來就有兩種說法 其實原來佛陀 其實一般是這樣 以法以律 以法為師 後來有一派強調戒律的 就專門強調戒 就變成以戒為師 那麼正確應該是以法為師 自依止 你看 佛陀要入內凡之前 他不是有講嗎 他說 阿難去入法 佛陀了之後 我們都跟著佛 佛說 其實佛早就講了 我不設受重 我是以法受重 那現在我們都跟著佛 佛教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佛教我們怎麼修 我們怎麼修 現在佛陀入內我們要跟誰 要以誰為師 佛陀講什麼 以法為師 案例裡面都是以法以律 就說法跟律 那律後來就變成就講戒 以戒為師 其實不是 是以法為師 然後講完整就說以法於律 那戒是為了要 這個戒是為了要正這個法 重點是法 所以他有講叫什麼 自依止 我們叫依止誰為師 自依止 法依止 你看 他就告訴你以法為師 依止法 墨義依止 他靠自己 靠自己 依著 怎麼靠自己 依著法 我跟你講啊 你就這樣做這樣做 你就可以得到這樣 你自己照著我所說的這樣做就好 就算我在你身邊 你不照著我說的做 那也沒有用 我就算不在你身邊 你照著我這樣說的做 一樣可以達到你 我教你的可以達到的目的 就是這一條路 這個山頭就是走這一條路 就是走這一條路可以到 你照我的方法 你就可以到 現在你在我身邊 我告訴你這樣走 你偏不這樣走 你還是大不了 你不在我身邊 我已經把方法告訴你了 就算我不在你身邊 你照我的方法一樣可以到 其實就是這樣嘛 所以你要自己依著法去修寫 依法修寫 你就可以得到 這個就是你的老師 依法為師 以法為師 後來 後來慢慢有一家 強調戒律的 法不說啦 就專門講 以戒為師 以戒為師也沒有錯啦 但是就是戒是世間西談 法是普遍真理 這是不一樣的 戒為師的時間 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地區 有一些戒是會改變的 會 它是世間西談 戒跟定都是世間西談 會隨著世間不同而不同的 它是共世間的 戒是會隨著世間不同而不同 那定是共世間的 會 佛的正法是不共外道的 不共世間的 所以真正是治一子 法一子 末一子就是要以法為師 完整講 以法以律為師 後來我們現在都知道 都只知道以戒為師 其實不是 這個就沒有完整了 其實是以法為師 所以它這裡講 依法以色作他們 使之成為生前的 你們跟著我 並不是跟著我的人 你們要跟著我的法 你跟著我的人有什麼用呢 我要死了呢 我要涅槃了呢 我要不在你們身邊呢 我雖然不在你的身邊 但是你洗你 我的法一直在你的身邊 主要是要依法 所以佛陀是依法來射受的 所以你們集合在一起 不就是大家是為了解脫嗎 法是人生的正道 所以這個法 基本上正理的法 一般來說 法主要有兩大部分 兩大部分 就是真理 跟正真理的方法 所以我們講過 道路跟道理 簡單講就是這樣 如果再擴大一點講 法 佛所說法 佛所正法 佛所行法 就是佛怎麼做 我們怎麼做 佛怎麼說 我們怎麼說 佛說的是什麼 佛說的就是真理是什麼 怎麼去正的這個真理 就是我們講到 講講道路跟道理 道路跟道理 這個法 道路 法就是道 所以叫道場 道理 道理就是真理 真理是什麼 就是世間的真理 那真理是什麼 緣起無我 緣起無我 所以你只要見了緣起真理 你就是見法 大聖就比較沒有講緣起無我 想緣起信空 是這樣 真理就是緣起無我 所以誰見了緣起 正的無我 誰就是見法 見法就是見緣起 好 道路是什麼 道路就是見法的方法 正真理的方法 正真理 怎麼樣去正真理 真理 苦疾滅道 怎麼樣正真理 苦疾滅道 四年初 苦疾滅道 八正道 簡單講就八正道 或是講戒地位也可以 正真理的方法 基本上主要是這兩個 如果有苦疾滅道就是什麼 滅苦 跟滅苦的方法 苦疾滅 滅苦的境界 跟滅苦的方法 那麼這個是法 如果擴大一點講 擴大一點講 佛法 佛法 佛所說法 從中出教 然後 依教說法 那麼 佛法 佛法 基本上 佛所說法 然後 佛所勤法 這個是佛所正法 佛所正的 佛所正法就是什麼 真理 佛所正的真理 就緣起勿合 佛所正的法 佛正的法只有佛之道 但是他要說出來啊 他把它說出來 那麼佛所說法裡面就說到 就說了這個 佛所說法 說什麼 說道路跟道理 真理是什麼 怎麼正真理 就講這個啊 主要講這個啊 真理是什麼 那怎麼正到這個真理 道路跟道理 這是佛所說法 這個叫做什麼 從中出教 從他所正的 然後 講出來 那我們也依循這樣 我們依教修行 他從中出教 我們在依教修行 佛從中出教 中就是什麼 他所正的 叫做從正出教 我們可以這樣講 佛從正出教 佛陀從正出教 他正的這個真理 然後他把所正的真理 跟怎麼正真理的方法說出來 那我們依教修行 那麼正佛所正 佛法是這樣的 從正出教 那麼生前 生 依教修行 依教修行 然後達到正佛所正 基本上是這樣的 那佛所前法就是 佛修行的 佛怎麼做 他有說沒有說 他直接做 那你看他比如說 比丘生病了 比丘生病了 那他直接去照顧那個比丘 他也沒有等於說什麼 那佛怎麼做 佛成了佛之後 度了比弟子 高高度弟子 一個人走一條路 去度眾生 這個就是菩薩道 所以佛所行法 大聖佛法就從佛所做的 然後推到 佛在過去所做的 現在所做的 佛所行法 那過去所做的 就是行菩薩道的本身塔裡面 佛過去做商人的時候怎麼樣 做什麼時候 做路我們的時候怎樣怎樣怎樣 就是本身塔 過去所做的 就是菩薩 過去菩薩道的時候 過去做的 然後現在做的 那麼在菩提書在成果之後 一直到 居士那路涅槃 就中間 不停止的在另一眾生 不斷的在說法洪能的生 他也沒有說 成了佛之後 三邊水下 然後在那邊 然後就等待路涅槃 沒有啊 很多阿羅漢是這樣子 正了之後 沒看到他有去哪裡 怎麼樣 然後他就自己修行 然後在急進境界裡面 佛不是這樣 成了佛之後 他也都能念滿了 他所做一半 可是怎麼樣 不斷的去定義眾生 然後從兩合兩岸 從這邊到那邊 即使已經生病了 他還不斷的要為眾生說法 那這個就是佛所行法 那現在我們看得到的佛是這樣 那在探討他過去行不到 他怎麼做怎麼做 本身檔裡面 過去所行的 現在所行的 大聲重在這裡 然後重在 佛所正法 佛所說法 佛所行法 如果從佛法來講 是這一部分 好 那我們現在的經典 佛所說法主要分兩部分 道路跟道理 真理是什麼 怎麼去證得這個真理 為什麼會有痛苦 怎麼解決這個痛苦 生命的現象 真相是什麼 輪迴 為什麼會有輪迴 怎麼解決輪迴 講這個 過大來就是這樣 佛法在講這些東西 那現實一點講 我今天為什麼會遇到這種人 我今天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他造成我的痛苦 那他是怎麼來的 怎麼會這樣 那我要怎麼解決 我們永遠有這種問題 我們一直都有這種問題 只是這個就是佛法 佛法不是那種天高皇帝園 那種彈犬說廟 彈空所有 不是只是這樣 不是不是 他就是解決你現實的生命問題 你的痛苦 你的痛苦一點一點的累積 煩惱一點一點的解疾 才造成你生死的痛苦 是這樣子的 一點一點的你沒辦法解決 你在等待哪一天力量起來了 就一刀砍斷生死的繩索 哪有那麼厲害 他是一條絲一條絲解掉的 他是一點一點的弄掉的 所以佛法很重要 重在哪裡 智慧 智慧的一個 智慧的一個層次是什麼 文師修 他的關鍵在哪裡 在思維 所以禪修就思維修 思維有三個重點 如理思維 然後專精思維 塑塑思維 這三點你做不到 你不要修行 你的想法觀念本身就錯誤了 你怎麼想怎麼想 鑽牛小尖 你怎麼鑽怎麼鑽都不如理 方法都不對 解決不了問題 不如理思維 經典叫做無名相依 所以解決問題解決苦 第一個要如理思維 如理思維就能解決嗎 還沒有 因為心沒有力量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你還是有肉的嘛 夾雜的嘛 你用很多力量 所以什麼 要專精思維 念佛都要督塑誘根才有力量 也沒有辦法 而且要怎麼樣 這個專心 專精思維要持續一段期間 所以督塑誘根 還要怎麼樣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七日 一心不亂 你看 一樣的道理 念佛是這樣 念法也是這樣 那為什麼我們念了禁之後 念我也念了 關我也關了 可是為什麼我還痛苦 常常有這個問題 你說一切有為法 努夢望泡影 我也講了啊 可是為什麼我還有痛苦 你說五陰皆空 我也念了啊 心經我也念了 無言和彼此生意 無色真相會處 無遠見來正無異世界 我都知道啊 可是我就是痛苦啊 為什麼 你的思維不專精思維 沒有力量 你那個知道 很表層的知道 那個水只淹到表層而已 太陽一晒 蒸發亮 樹都還沒吸到 你就沒有了啊 你那個伐水那麼淺 你澆的那個水只在表面上 樹都還沒有吸掉 所以一樣 你的菩提樹一樣枯死 沒辦法 沒辦法上出力量來 所以要怎麼樣 要專精思維 要塑塑思維 這三個是非常重要 如理思維 專精思維 塑塑思維 只有這樣 你內心的法才會有力量 一有力量 我告訴你 就不一樣了 不管什麼問題來 你都能解決 就算是遇到不能解決的問題 你也不會痛苦 就算會痛苦 也不會持續很久 也不會影響很大 一定這樣 釋迦牧林果不是都能解決問題 他則是劉里網要去屠殺釋迦族 他也想解決 他站在劉里網的軍隊前面 坐在路中間 沒有樹下的路中間 上面沒有樹 他就是要解決問題 劉里網去了 看到釋迦族在那裡 劉里網即使要屠殺釋迦族 他也很尊敬釋迦族 他只是恨那一些過去欺負他的人 他看見釋迦族在那裡 他也可以不管他 但是他沒辦法 他就是尊敬釋迦族 他停下來 問釋迦族 他說世尊 你怎麼一個人坐在這個 那個樹已經樹葉掉了 沒有硬 沒有樹葉 硬度很熱的 都要坐在樹下 因為有硬 可是那個樹沒有樹葉了 坐在樹下做什麼 很熱 他說世尊 你怎麼坐在一棵沒有硬的樹下 你要坐到旁邊那個有樹硬的樹下 才不會那麼熱 釋迦我只跟他講一句話 我的家族就是我的批印 他出家也是家族 扶持他 當然他也不用很多國王牧師 劉璃王也是聰明 一聽就知道 我今天在蓋蓋 蓋那麼多病 是要屠殺他的家族的 世尊我講一句話 他怎麼不知道呢 他心裡想有一點點不好的思想規 哎呀 世尊我沒有說哎呀 你沒有跟他講很多道理 都沒有 他只講這句話 劉璃王就知道了 想了很久 好不好 打道回府 不去了 回去沒多久 因為他自己跟他的大臣講 小時候被屈辱 被羞辱 那他說我忘記了你一定要提醒我 我一定要報這個仇 後來他國王又跟他講 那個大臣又跟他講 他說國王啊 你小時候 被釋迦蟲羞辱 你說你告訴我 只要我哪一天忘記了沒有報仇 一定要提醒你 我現在又提醒你了 他一想 想到小時候被羞辱的情形 怨恨心就起來了 又帶領大軍 又要去 釋迦博士有神通的他知道 他又知道劉璃王 回去沒幾天 怨恨心就起來了 又要去攻打他的釋迦蟲羞 他又站在對象很一樣 第二次 他也是問 但是他就 他大概知道 但是他問好一下 他就沒在問他 一樣 他看到釋迦佛 他又回去了 第三次 一樣 釋迦佛還是站在那裡 他就知道他哪一天要去呢 還是坐在那裡 他一看到 沒問 又回去了 第四次再去 釋迦佛就不做了 他沒辦法解決 不是辦法 這個月報要瘦了 沒有了 他也不是能解決問題的 他解決不了釋迦蟲被屠殺的問題 解決不了提伯達多 霍荷荷森的問題 他沒辦法 這個不是他能解決 後來是整一國不見人去解決的 釋迦佛也不是每一件事都能解決的 但是他解決 用正當的方法 解決他可以解決的問題 那麼不能解決的 他看見真理 從緣起月報觀念看 他也不以為苦 他也不會產生糾結 也不會痛苦 不會因為不能解決的問題而痛苦 但是他能夠解決一切 能夠解決的問題 就是這樣 事情就是這樣 從哪裡來 從智慧來 從奴隸思維來 我們不奴隸思維 一直要去解決那個 不能解決的問題 又放不下那種 不能解決的問題 能解決的反而不解決 那麼本來可以很簡單解決的變成不能解決 本來可以解決的 因為你的方法錯誤 你的觀念錯誤就變成不能解決的 本來沒有問題的 變成有問題 你看 人的苦都是這樣來的 所以佛法是一個 第一個 他很合乎道理 而且可以解決 佛法最重要的是憲法 當下消除你的痛苦 當下解脫你的煩惱 一次一次的解決你的痛苦 一次一次的解除掉你的煩惱 束縛 因為這樣才有辦法解除掉生死的束縛 才有要解除掉輪惟的苦 你如果沒有辦法用佛法一次一次的解決 你獻血的苦 減少你的煩惱 你怎麼可能每次都加一條 加一條 加一條 又加一多條 加到最後 忽然之間 這些神之自然自己斷了 哪有可能 不可能 所以佛法有人說 他一定是向上向解脫的 你學習了佛法之後 一定是越來越快樂 越來越沒有問題 越來越能解決問題 一定是這樣子的吧 如果你學一年 學五年 學三年 你解決問題的方法都一樣 你遇到事情 趕快拜佛 趕快念佛 趕快送心 佛就辦法解決 一年也這樣 兩年也這樣 三年也這樣 只是因為你錢賺的越多 你購物的東西越好 這樣而已 沒有改變 你的負擔一樣重 你的痛苦一樣多 你甚至不知道我這樣做到底有沒有效 完全不知道 只能期望 希望 虔誠的祈禱 如果沒有效 也不敢怪佛 只能怪自己 夜上重 很多佛教者都這樣 這不是佛法 這不是佛法 佛法 不能解決 會知道為什麼不能解決 能夠解決 他知道 決定多久可以解決 高明的醫生告訴你這個病是可以治的 決定可以治 多久可以治好 如果不能治 他會告訴你 怎麼控制 讓他不餓化 你可以持續多久 他可以告訴你 怎麼樣你在這個病的期間裡面 你可以怎麼樣讓自己過得好 他是可以的 像死是 這個沒辦法解決 這一定要死 可是死了之後怎麼樣 這個是可以解決的 但是有生就必定有死 你不能有生 他可以不死 沒有 可以 一定會死 這個不能解決 一定會老 這也沒辦法說不老 但是老跟病不會對你造很痛苦 老病死之後 你就不可以 你可以不再老病死 是這樣 就好像你現在吃了拉肚子之後 你已經拉肚子了 一定會痛 沒有辦法說馬上不痛 可是痛完了之後 要醫完了之後 以後可以不必再痛 他是這樣的 一定可以意思 好 所以他這裡講到 他說法是人生的正道 究竟的律法 佛是以此法來感召大眾 讓大眾為這人生大事而集合而攏來 攏來就是靠攏來 集合 然後一起 集合在大家同行同業 法也是律法制度 律也是法的一部分 後來就分開了 法跟律 就是契合於人生正道的規制 佛是本著這自他共處的完善法則 自為規章法度來組織大眾 法跟律都是通 法是通一切 律就不一定 律就有局限 律基本上就是規定 那麼這些規定有分在家 出家 男眾 女眾 不一樣 那法當然也有分 法是看你的根基 有三聖共法 有大聖 有小聖 有人天聖 比如說五聖 這裡就是稱呼造語 五聖共法 它是依你的程度來分 律就不是 律不是依你的程度 而是依你的身分 性別不同來分 所以佛教 男眾 女眾 比丘界跟比丘寧界不太一樣 比丘界跟沙咪界不太一樣 那麼出家界跟在家界又不一樣 它是這個是依身分來分 律是依身分來分 那麼法就不一定 在家人多說 因為他要的就是縣市的福報 離縣市苦得縣市了 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參加宗教 多數都是要得到縣市的幸福美滿快樂 是怎樣 然後這個幸福美滿快樂 可以沿到來生 像很多女生就喜歡 喜歡下輩子長得更莊嚴一點 所以他很喜歡夠花 我看過很多是這樣的 但是這個全景是你下輩子還要當女生 如果你當男生長得像女生一樣 那可能就不是那麼好 所以大多數人的信宗教是希望 現世的幸福快樂跟來世的幸福快樂 所以這是師界升天之法 那麼如果你志向更高一點 你要出三界 那就是解脫法 如果要更高一點 你不但要出三界 帶領很多眾生 要離苦得樂 不是你自己而已 那個就是什麼 那個就是大聖法 所以是以你的層次不同來分 這個是法 有三聖共法 有大聖不共法 有五聖共法 那三聖 三聖就是生文元解菩薩 菩薩 菩薩就是要成佛的 那這個五聖就包括仁天聖的 那大聖就只有仁天聖 那如果戒就不是 佛法主要就是兩種 法跟律 經跟戒主要是這樣 後來又多了一個論 變成經律論 是這樣 是怎樣 我有問題 你問 師父剛才講說 我們在如理思維是表面上 那唯有透過專精思維跟措塑思維 才能增加心力 那我的問題是 第一個 可不可以請師父說說 何謂專精思維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平常在家人的士農工商 要如何來實踐這個專精思維 基本上是專精思維 一般我們的心沒有力量 那是因為善心 禪修有兩個很大的障礙 禪修就是思維修 禪修不是心靜靜的什麼都不想 沒有 它有止跟觀 基本上禪修讓我們的心沒有力量的 只有有兩個 一個是暗內 心暗內 叫做昏塵 昏塵沒有力量 第二個叫做掉舉 散亂 散亂就是 一直在想這個 一直在想那個 看到這個就想那個 聞到這個味道就想那個 心分散 心分散的是沒力量 沒力量 沒力量你在思維這個法的時候 法也沒力量 法是沒力量的 法沒力量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就好像你的水是比較沉的 那個素就吸不到 那個作用不大 作用不大 那你的藥沒有深入皮膚 也治不到那個皮膚的 被殺不了那個菌 一樣的意思 所以他重點 重點要 所以 所以心要有力量就是一個 專注 親民 這四個字而已 專注 就專一 親民 沒有分層 沒有散亂 那一般我們努力思維 你想的方向對 可是你想一想 因為你煩惱有力量 你想一想沒多久 又被煩惱拉回來 又往另外一邊想 我們常常這樣 如果你努力思維 對了 但是你努力思維 你是努力啊 你想的方向對 但是沒有力量 所以沒有多久 又被煩惱拉回來 所以你就常常這樣 常常這樣 心沒有專注 就好像比如說我們要念佛 很簡單 你要念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師好像沒有管 我斜持 我好像想怎樣 前三天都是散亂的 就是沒有散亂的分層 第四天開始好一點 第五天好一點 第六天 第七天開始散亂了 開始要聯絡了 我弟 開始要聯絡 什麼時候要來教我 怎樣 我回去要做些什麼 我這幾天都在這邊包餵 都沒有吃 回去要哪一家餐廳吃啊 很多人都這樣 很多人都這樣 第七天就 你看心都亂了 還沒有 照理講 第七天應該是最好的 沒有 第六天 第七天就開始亂了 開始打電話 聯絡 哎 季啊 什麼時候要我載 不要再一季完了 開始沒有了 第四天差不多可以了 大概只有兩 兩 兩天可以 其他心都拍片 射身相貴處開始散亂 那個時候 你雖然是念佛 念佛是如理念錯 也沒有如理 但是就是說 比較不是煩惱性的 可是你也很難專利 你念佛是沒有力量的 念法也一樣 你一切有的法如莫萬胖 如夢幻伴 喝了夢幻泡影 那你心裡面不是這麼認為 你一直是表面上這樣想 如果真的是如夢幻泡影 夢幻那些人 夢中人而已 你怎麼還不夠 你才會站起來說 你一天在夢幻 我不會給你難聽 你不會這麼講嘛 對不對 你不會夢中夢見那個人 在夢中罵你 今天早上醒過來 知道是夢 你還去找他質問 你副公公穿這個人 做夢中理 我不會給他拍聽 你不會 因為那個是夢嘛 對不對 可是你也想這個是 佛法說世間無常 一切如夢 這樣想是對喔 可是 你這個想沒力量嘛 你表面上這樣想 你心裡面實際上不是這樣想的 表面而已嘛 所以你要有力量就是 你實際上也是這樣覺得 那個就是 你要很專心 所以是 你看那個 悟劍眼 悟劍眼是很優秀的一個 他在聽佛講 緣起無常的時候 緣起我們也聽那麼多啦 無常我們也聽那麼多 無我們也聽那麼多啦 那為什麼我們還是反覆 你看我們是如理思維啊 你想緣起 想無常 想無我 這個是如理思維啊 但是 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解脫 為什麼不能見法 為什麼不能證出國 你還沒有 你還沒有專心思維 心沒有力量 不夠有力量 這個理 你還沒有深 叫做沒有深入 沒有深入 那沒有深入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個 就是要專精 然後要塑塑 那麼他才能深入 他才能起作用 那表面 表面想 我們也知道緣起啊 你說緣起不知道嗎 為什麼 為什麼 舍利弗 穆劍年 只聽到諸法 緣起 諸法 因緣 生 諸法 因緣 人家都正出國 因為他已經訓練他的心 已經專心思維 已經到一個層次了 所以他一天他馬上就相見 相見吧 那穆劍年再回去七天 你看他要七天 坐在宿下 他有禪定了 坐在宿下 專心思維 塑塑思維 七天正好地把煩惱斷進 所以為什麼要訓練這個心 那舉個例子講 一切有違法如夢 你就想一切有違法如夢就好了 你真的什麼是夢 那我們也想啊 可是 有時候我們對一件事 我們會很好的發覺 那想不久又會被拉回來 就像我們要念佛 在往生極的世界 念不久就被拉回來 就被習慣性 煩惱性 就是忘記了 你已經忘記了 你不如理思維 就是你已經不念佛了 你不知道 你嘴你還是這樣 阿彌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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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是這樣 他這樣過很多佛妻我知道 他這樣阿彌陀 阿彌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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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嘴裡唸佛 他心裡唸佛 你唸佛 阿彌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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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啊 你好像在想法其實沒有 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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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沒有專精思維 要訓練 這個必須要訓練 就是說 你想這個 比如說你如夢 你就好好把這個夢想清楚 然後一直在這個如夢上關 這個境界拿來關如夢 就好像夢一樣 那你真的關深入了 真的關仔細了 你絕對不會對夢中的人事物 起什麼 起煩惱 但是做夢而已 你已經知道這個是夢 你還會對夢中起煩惱 你一直在看電影 你知道那個人 電影裡面有一個人拿槍對著你 你會不會怕 你會不會閃 那那個是電影嗎 他開槍打不到我的 對不對 你會不會他開槍的時候閃掉 不會啊 即使他是面對著你 那個你又只是一個電影 你知道 一樣啊 那我們會對什麼 我們在關一切的人事物的時候 為什麼會起那麼大的無名煩惱 我以為你當真 那個就是你雖然如理思維 可是這個如理 不是真的有力量 表面有力 不是心裡面真的深入這樣想的 沒有 那思維很重要 思維很重要 如果思維 第一個方向不對 就是不如理 你永遠不管你 你就是很專心 你就是錯錯思維 一樣錯 一樣錯 專心思維 錯錯思維 但是不如理 一樣錯 不如理思維之後 你沒有專心思維 沒有力量 沒有深入 深入之後 沒有持續一段期間 沒有錯錯這樣持續保持 一樣 不然被半途流費 那所以這三個 這三個決定了我們修學佛法 就是你聽到的佛法之後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常常複習 常常想 想得更深入一點 想得更正確一點 要常常 孔子 孔子倫理第一章定義 學而實習之 就是這樣 你才會有快樂 那我們的一個盲點 一個的錯誤就在 我們聽了之後 只有在聽的時候當一回事 聽完了之後就不當一回事 麻煩在這裡 哪會有力量 沒有 所以我不是 我跟你們講 我說有事的時候我就在想 這些法 這是為什麼會這樣 要想要想 那你常常想 常常想 而且要很專心想 當然第一點我們聽的法是如理的 是正法 正法 然後要常常想 我們忽略的常常想 雖然如理不常常想 一樣沒辦法 要轉專心就常常想 要督色六根 督色六根 然後要怎麼樣 要靜念相忌 靜念相忌就是說說思維 那督色六根就是專注 專心思維 其實就是這樣 只是它是法跟佛的 佛號跟法的差別在而已 所以你看 你看 大師律師律師律中章 督色六根要專心 不散讓 不混成 要說說思維 要靜念相忌 這個專心要持續 一樣 你這個紀念要 要紀念 而且要靜念相忌 要力量 要專心 要鋪色六根 紀念相忌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最重要的 師父你剛剛說要思維 那是我們在禪坐的時候 在思維 你剛剛說的那個 沒有 它基本上是怎樣 禪修有分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先讓你的心得一心 它可以用很多方法 比如說關呼吸 淑吸 很多種 關清片 白片 很多種 那你當你的心有力量的時候 這個時候才起關 在起關 關無常 關無我 那是這樣 當你的這個心 一般 這是一般的修法 當你的心還沒有到 到這個力量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的關是沒力量 所以它是訓練讓你的心先專注 然後再起關 那如果是大聖的禪修 它有可能不是這樣 比如說 昌化斗的方式就是 它一開始就起思維 那非常的專心思維 念佛的是誰 或是拖著史詩的是誰 它就在思維裡面 就裝成這樣 那麼也可以從 那是說它就是從關入手 然後一般的禪修不是 一般的禪修就是 你要先讓心專注 這是第一步 那專注就是散亂分塵 要先去除 除物蓋 那先專注有力量的時候 這個時候才起關 在關元起 關無我 是這樣 那我們是什麼時候在思維 思維 一直都在思維 只是我們平常都在思維 沒有不思維的時候 只是如理跟不如理而已 專精跟散亂而已 一心跟散亂而已 只是這樣分別而已 你沒有不思維 你現在也在思維 你回家看見小孩 看見先生 看見事 都在思維 那也不思維 對不對 你看到那大爹 孤獨 媳婦 你也在思維 是不是 你看到韓國瑜 要在酸中兜不酸中兜 你也在思維 你也在思維 只是這個思維 會引起你的貪生之因 散亂不散亂 專心不專心 這樣而已嘛 就我們只要過了嘛 你有沒有專心 那有沒有如理這樣而已 我們都在思維當中 只是是散亂的 混亂的 還是我們是趨向解脫的 那麼這差別 就是我們講明相應 無明相應 煩惱相應 跟智慧相應 解脫相應 差別在這裡 那這個要就是要 我們要多委心 才有辦法漸漸 把我們的思維 歸到一個 比較如理的狀態 不然大部分是這樣 十件事可能有兩件不如理 那兩件如理 八件不如理 會這樣 那如理的 多久就會轉成不如理 若是不如理多久轉成如理 有時候會這樣交換 有時候想對 有時候想錯 就是這樣嘛 對就是錯錯 可是對你也不知道對在哪裡 錯你也不知道錯在哪裡 大部分人是這樣 因為我們都是有思想的 遇見一件事情 我們 我們會去考量 會去思量 你用造業之前都是有思維的 師傅 要政治狂得者 您在那邊解套嗎 我們不擔心他 我們只擔心我們怎麼解套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去解決他們的 但是我們如果要解決他們 就是我們有力量引導他們 而且只能引導永遠的人 所以你永遠不要為世界擔心 因為那個是無濟意識 但是你大背心起來就說 六高中生這樣哭 我一定要自己打招 要有能力 我會幫助這些人 是這樣 好 那時間到了 不好意思 大家合掌合相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不及於一切 不及於一切 我能與眾生 皆共成佛道